火线新闻带您看到 前纽约时报签约摄影师 旧片制作员杜斌 证实在5月31日被北京国安密捕 至今失踪15天引发各界关注 她的妹妹杜继荣向我们的记者证实 杜斌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的事实 目前杜斌家人已经请律师介入 杜斌的妹妹杜继荣 中午在胡佳的陪同下 到北京丰台区幼安门派出所报案 证实杜斌已被北京国保支队刑事拘留 本台采访时 杜斌荣正委托华一律师事务所 朴志强和周则律师代理杜斌的案件 寻找哥哥的下落 去知杜斌被捕和他发表纪录片 小鬼头上的女人和六四新书 触碰中共两大禁区 法轮功和六四有关 杜斌荣觉得哥哥非常勇敢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